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座的前輩 我的好朋友們 還有我可能第一次跟你們見面 但是 很歡迎你們跟我一起來 看這個片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5月9號 在華山觀點首映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看了這個片子 就是在上個禮拜 那是我第一次看這個片子 我還想說今天因為我後半段才進來 我還想說今天在看這個片子 大概心情跟感覺是差不多的 可是剛剛 看後半段的片子的時候 是有非常 因為今天24年以後 重回到這個現場 然後 看到現場這個情形 看到大家的臉孔 我還看到了這個 有那麼大幅的波羅 波羅蜜多心經在這個 我的對面 我心中其實有一個很 很複雜的 感覺在這個地方 很難說得十分明白 我一直覺得 事件 事件發生了以後 就是歷史了 歷史就是 讓大家來詮釋 讓大家來解釋的 所以 我一直覺得 這個事情其實 今天我們再來回顧 來看這樣子的歷史 事件的時候其實 說真的這個 主角應該少講話才對 我其實本來 我本來跟劍華講說 我跟學弟講說 我還是不要講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他說那這樣子 馬沙奧就不會講 對我說 喔好好好 那這樣 我上台好了 讓馬沙奧多講一點 那其實 這個片子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 導演就是劍華其實 跟我一樣同樣姓亮 姓華的學弟 其實從一開始這個片子 他來找我的時候 我有點 不太想理他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 其實這長久以來 二十幾年以來 其實 很多人很多人都要 來拍這個片子 或是 來想要拍紀錄片 或是想要拍成 各式各樣的影片 來詮釋這樣子的片子 我記得公視有拍過 民視有拍過 還好 好多好多 其實我都已經記不起來了 可能五年到了 就說 诶 讀台灣五週年了 要不要來講一下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來講一下 我想說 這個是為什麼 五年十年 就來講一下這個事情 所以 我其實有點不堪其擾 因為我總感覺其實 過去這個片子其實 說實在話 我覺得 他們都會先來找我 就像學弟先來找我 除了是因為我們清華的淵源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我比較好找 因為陳正然每次都神隱 然後瑪莎奧 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不好找 然後秀慧過世了 所以四個當時的 一種全沒丟 每次都找我 我就很容易被找到 就對了 然後找我呢 其實 不可避免呢 他們就會從 以我為中心來發展這個故事的這個脈絡 所以其實每次他們拍完我看 我就覺得 這不是全貌 我很不滿意 所以其實 我記得五月九號的時候 這個 手印完了以後 有一個 也是歷史的學者 他問了一個問題 問導演一個問題 他說 為什麼陳正然跟廖偉誠 在裡面的這個 這個比例會這麼少 是不是有刻意的這個安排 那導演有他的回覆 那我不在這邊轉述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比例很好 因為過去其實 過去其實 是以學生為中心 或是以知識分子 我跟陳正然為中心 在詮釋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就有個這樣詮釋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覺得他是比較精英的 他是比較 因為大家知道有戲劇的張力 你看 凌晨 調查局 衝到校園裡面來倆人 抓的是學生 然後學生引起 掀起這個 整個社會運動 然後 捲起整個 蜂巢 然後學生進駐 這個 這個學運進駐 這個台北火車站等等 都是以學生為主 可是這不是這個故事的全貌 這故事至少也有四個當事人 四個當事人其實他們代表 其實各自不同的背景 各自不同的生命 各自不同的社會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過去其實 我自己的感覺在其他人的部分的琢磨真的太少 沒有辦法看見整個世界的一個原貌 我這次其實 我五月九號才看到 第一次看到這個電影的全版 我其實我蠻高興的 我很喜歡這個電影 我很喜歡我在裡面的戲份 或是我在裡面的 不是戲份 就是我在裡面的 出現的時間 沒有這麼多 我真的蠻喜歡 蠻高興的 我甚至覺得 馬沙奧跟秀慧的篇幅 其實應該再更多更長一點 可能會更好 那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已經是觀眾了 這個詮釋是導演的 導演剛剛特別跟我說 因為這個是六十分鐘 其實中間其實有很多過程 其實 在首映的時候 其實 也有許多的 影片的工作者 或是歷史的工作者 其實他沒有提到說 是不是有些事情的脈絡 其實 是可以用更長一點的篇幅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剪成九十分鐘版 再把它交代得更詳細一點 那我相信導演有他的想法 應該也有他的準備 那 剛剛那個劍華跟我說 特別是不是可以講到 一小段就是 當年 我跟鄭然為什麼要做這一段 的事情 那其實 其實很簡單 就是 過去在我們那個時代 在八零年代末期 九零年代初期的時候 我們在唸書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唸大學 高中的時候 其實 沒有什麼台灣的資料 可以研究的 因為 台獨在那個時候 是一個禁忌 研究台灣的文學 研究台灣的歷史 你等於是接近台獨的意識 你有台灣意識 就等於是有台灣台獨意識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個禁忌 所以那個時候 研究台灣史的書籍 其實非常非常少的 台灣史 你如果通史的話 就是連橫的台灣通史 你要看嗎 就是連橫的台灣通史 你可以想到他怎麼講的 所以那種把台灣史看成是 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史觀 你能接受嗎 你也許可以接受 但是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只是覺得說 什麼樣子的 重回到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難道不能有夠 掌握我們自己的資料 掌握我們自己的史觀嗎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跟陳正然 跟一些朋友 做文史工作的朋友 其實我們就是從收集 台灣歷史的資料 文史的資料 開始 來做研究 那時候看到 歐心上的台灣人史本年史 很高興 終於有一本 資料詳詩 然後又有史觀的 你不管同不同 有以上這個 偏 偏階級的史觀 或是偏 這個台灣意識的 這個 你同不同意是 以為他就是有意 他是有另外一套觀點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很高興 我覺得 這個 這一部書其實是可以帶給我們 另外一種新的一個視野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看這一部書其實 我們希望說 可以有更多的工具書 可以來做為 看這部書的一個參考資料 比如說歐心上的書 其實很可惜的是 沒有參考書庙 沒有參考書目 也沒有索引的資料 所以你要在做再應用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麼好應用 那如果可以把它數位化 那將來也許還可以搜尋 即便那個時候還是在一個 這個電腦只是當作打字機 還沒有手機 也沒有搜尋引擎的時代 但是我有個幻想說 將來 也許我們把它數位化之後 有一天我們就可以做到 像今天我們沒有想像的這樣子 你可以用搜尋引擎 就可以 把keyword打進去 就可以 清楚地找到你想要的資料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 笨工夫就是 想要派一個人去日本 把歐心上的這個 做台灣400年史的資料 把它登錄起來 所以我就拿 拿著卡片的紙 再一筆一筆地 到日本去找歐心上 把這個資料登錄下來 然後再回來 再打字 把它建檔 建成數位的檔 其實當時就是要做 一個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跟正然要做的 就是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正然所謂的文化國打字行 其實打字只是一個幌子 其實真的就是來打這些資料 所以 所以後來 也是衍生出為什麼 正然要去開發 所謂的 台灣的第一個華文的搜尋引擎 其實也是為了要做 同樣的這些事情 因為你有了database 你有把這些 台灣歷史的資料 台灣文史的這些資料 你打進去以後 你還是找不到啊 浩瀚的這個資料庫 所以怎麼樣可以有個 好的搜尋的機制來做 所以這就是間接的觸發了 那時候就做一個 開頭文教基金會 去發展了 第一個搜尋引擎 那搜尋引擎 後來就是變成 翻薯騰 這個網路數位公司 所以大家這個歷史後面 大家就知道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來的 當初我們要做的 其實也是一個這樣的事情 那我最後 其實我覺得 也 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你隔了十年 隔了二十幾年以後 你有沒有 後悔過當初你做的事情 假如說 你如果 事前去找 什麼文件上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不會被抓 你還會去做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 這個問問題的人 是蠻有趣的 因為 因為 怎麼說呢 就是 當你有 當你有信仰 你就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做這些事情 其實基於我們有個信念 對 我們今天常說 假設這個事情 是被全視為是白色恐怖 那恐怖主義 我們如果問一個 最本質的問題 就是說 恐怖主義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說 恐怖的本質是什麼 恐怖本質就是讓你害怕 很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是讓人們害怕 這是恐怖的本質 那我們反問一個問題 那什麼樣子的人 不會害怕 就是有信念的人 有信仰的人 不管是來自於宗教上 或是來自於你的思想上面 有信仰你就不會害怕 不會害怕 恐怖 恐怖就對你沒有作用 極權主義的當政者 對你施加了任何的恐怖的手段 對你就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 我覺得當年 二十幾年前 我們只是在我們那個時代 做了一個 我們覺得對的事情 我們只是去做了 一個我們信仰 認識社會會進步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謝謝